主料,猪肉150克,冬笋150克,土料,木耳,泡辣椒,蒜苔,酱油,醋,糖,背心,淀粉,盐,姜,蒜,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1-2人,把鲤筋肉切成6厘米长,宽厚个0.2厘米的丝,用酒,盐,水淀粉拌坏至匀, 冰箱白糖,酱油,醋,味精,淀粉,料酒,13小粉条在小碗里带用,锅烧到肉成热吃,放入生油,随即倒入肉丝炒散,吃断切断锅倒入入勺勺,力去油,蒜丝,木耳洗净,切成丝,泡红辣椒多细,姜,蒜切细末,葱切成花,加泡辣椒,姜,蒜末炒出香味,再放,木耳,蒜丝,葱花, 蒜末炒匀,烹入切枝,迅速翻步起锅装盘集成,烹饪技巧,炒的时间不要太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